我要求你们,归还华国所有流落在外的十二寿同首相 在全家家里过完了剩下的年,和爸妈商议选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后,准备给周老爷子送情节 臭小子,还记得老头子我呢? 爷爷,新年快乐 这都出酒了,还新年呢?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还敢让您老人家去接鸡啊,这次来是,请您下周来参加我和佳佳的婚礼的 这就准备好了,几号啊 问了几个大师,觉得还是下周末的时间好 好好啊,这刚过完年,你先把公司里一堆事情忙完,不用管我这里 没事,反正我一直都是甩手掌柜,有的是时间 也对,你现在每天都能赚大几个亿,差点没给我老头子的腰下闪了 我想给家家一个最难忘的婚礼,爷爷您要是没事,也可以来指点指点 只要你不介意,我当然愿意去,但是我有必要多提行李一点 是有什么状况吗? 你现在太松懈了,体肤无罪,怀必其罪,这的道理你懂吧 当然明白 你很聪明,但我要告诉你,既然你已经坐到了让众人能窥视的位置 就不得不随时保持警惕,华国的许多人和事都不是你一个商人能对抗的了的 老爷子这是说,不管是明里暗里,都已经开始有人准备对我下手了吗? 灵明,我的孙子该做准备了 我现在已经身在明处,敌在暗处,最强的后卫只有向叔叔,马上调任敌都 但是按照我未来的目标,即使防得住民枪,仍然没法能保证绝对保护不收到案件 既然已经做到了明处,何不让他越言越练 爷爷,我该怎么做? 你觉得自己的力量强大,还是别人的力量强大? 我想凭借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但我也得能做到才是 你能做到,而且你已经做到了让国家和人民都为你自豪的事情 爷爷,您的意思是? 就是,慈善 哦,确切地说,慈善只是其中之一 依靠别人,永远都不如依靠自己 但想让人威胁不到你,那你就必须有让他们不敢威胁你的本事 金钱,暴力,权力,都不可取 也就是说,只有别人对我的需求,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那些隐藏在暗中一双双眼睛,才不敢放在我的身上,更不敢威胁我 哈哈哈哈,臭小子,别人都说你之前自甘堕落,不务正业 甚至还家暴妻女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那种人 咳咳咳 爷爷,其实这些也都是事实,我当初的确做了许多蠢事 不过可能也正是因为那些事情,才会让我醒悟过来的 行,过去的都过去的,我看重的是现在的你 未来任重而道远,近期也多多注意安全 好,我会多注意的 我回到公司准备处理事务 进门却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正和韩长宇对峙 林哥,你来了,这位是尔玛连锁集团的董事长约翰 原来是约翰董事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特效感冒药的事情,您应该也听说了 现在国外的形势并不乐观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合作 奥尔病毒四年,维护全球安全,人人有责 我作为凤凰治疗董事长,必当身先士族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向全球供应最多的特效感冒药 林董,您既然也说了,维护全球安全人人有责 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大力研发能够抗击奥尔病毒的疫苗 但研发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加上又要和凤凰治疗之边合作 资金方面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 这是肯定的,很多国家的药品负责人都跟我这样说过 所以林总,您的看法 特效感冒药之所以有如此效果 就是因为我们前期添入了太多研发资金 也幸亏我国官方出面,才能解我这染美之急 不然特效感冒药还没出事,恐怕就已经夭折了 您用的官方的钱吗 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 实际上欠了一屁股债 不知道多少债主一直在跟我催债呢 我想减轻各国官方的压力不假 但我也得先把我自己的压力减轻才行啊 是这样的林总,我这次之所以来华国官方拜访 就是想在特效感冒价格的问题上 请凤凰治疗这边稍微让步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 没有 林总,您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 您说 正常来讲,哪怕全球价格最贵的感冒药 折合人民币也不会超出一百人 特效感冒药的定价在这个基础上足足抬高了五倍 这已经扰乱了市场大环境 确实 但我从来没有将特效感冒当成感冒看待过 即便真的只是感冒药 那特效感冒药也是这个领域的极致产品 我认为它应该也值得拥有这个价格 您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价格再合理地调低一点 不要 我们的合作不会局限于这一次 也不会仅仅局限于特效感冒药 哼,威胁我 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直说吧 约翰先生希望特效感冒药的价格降到多少 六十美元 也就是一盒减少一百三十块利润 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 那我觉得 奥莱温特先生这次的华国之旅 应该不会愉快到哪里去了 那林董的一项价格是多少 约翰先生 我跟你说句实话 其实现在这种局面 我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但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 那您想要什么 你是代表大部分外国出口商来的吧 是 病情闹到现在这种程度 想必某些官方也快坐不住了吧 只要价格合适 我们一定不会让林总失望 看着他那张金发碧眼的脸 我心中涌现出华国的各种屈辱重重 有回想起周老爷子的叮嘱 下定了决心 在那面前人人平等 我也有怜悯之心 但六十美元 一下子就降了一百三十块 哪怕你们下一次进口的特效感冒要数量 还是和上一次一样 那我也得损失超过六十五亿的利润 我明白 我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真的吗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要是没法达到 一切免谈 自己和特为国际的人周旋去 宁静贯提 我要求你们 归还华国所有流落在外的十二兽同首相